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播放页面里的标题的右边呢有一个小三角当你点击这个三角之后就会显示出来视频的详细说明了我们的链接和一些跟这个频道相关的一些内容全部会放在这个下面的 而对于第一次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我要做一个简单介绍我们这个节目是由五八同城圣地亚哥为大家带来的 每天我们都会制作一个音频小节目在YouTube上播放从周一到周五您开车的时候就可以 一边开车一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每天时长呢大概就时间20分钟讲什么内容呢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五八同城圣地亚哥平台上的各种本地信息包括二手啊交友啊交聘啊 等等这方面信息另一方面呢是给大家去阅读呈现一些本地和国际上一些超级大事儿 以及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跟我们生活相关的琐事思想音乐 如果您对我们当天提到任何信息感兴趣 您可以在YouTube播放页面的视频说明里面找到具体信息的链接 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阅读详细内容了 好的 今天我们节目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Sindago气温21到24度之间 比昨天还凉快一点 周末应该也不会太热 大家可以轻松过周末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去大致看一下 我们今天Sindago58同城的平台上 发布了哪些生活类的信息 首先有很多朋友发布了UCSD附近的求助信息 如果您有房源的话 就可以联系这些求助者了 还有一些地点 包括Linda Vista Convoy Rentreponado Como Valley 这些地方都有房屋出租的信息 那招聘求职的板块 我们Sindago的生物资料公司 含着招聘无留管理助理 还有一个律师事务所 也在招全职的助理 二手的交易板块 有几辆车正在等待新主人 包括2015年的丰田和2010年的本田 那么还有一些寻找carpool拼车的信息 21号23号都有人需要carpool或者提供carpool 另外我们Sindago专业的接送团队 具专车 它长期提供Sindago和LA之间的商业 及个人接送业务非常可怕 所以您可以直接联系8582638717 8582638717 我们一共有三个carpool微信群 来方便大家交流信息 所以您可以联系 58同城圣地亚科的微信号 去加入这些群 本地的一些生活信息呢 就播放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看 我们身边有哪些大家需要了解到的新闻 第一件事呢 是跟我们探亲父母有关系的 暑假有很多家长呢 到美国探亲 空闲之余呢 也会在自己家的好院里面呢 种点菜或种点水果 但是呢 今日一位探亲的老人呢 却惹上了大麻烦 为什么呢 原来呢 他将自己种的吃不完的菜 放到微信群里开始出售 那买的人呢 越来越多 也有直接到他家里去买菜的 然后呢 邻居就给他举报 那么一个早上呢 各个单位的车呢 都开到了他家里面 健康卫生部门 执照申请部门等等等等 但是因为他没有销售蔬菜的执照呢 但是不能将自己种的菜 销售给别人呢 万一遇到问题 比如说什么里斯特菌啊 或者粪便残余啊 全部都是他责任 所以在美国呢 如果你想把自己种的菜 买给别人 有什么办法呢 您可以通过当地的 Farmer's Market 这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你可以在网上联系 各个Farmer's Market负责人 听写神经表 然后批准之后呢 就可以去买了 OK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汇率情况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美元兑人民币的离岸汇率 已经突破了6.8了 我们昨天上午看的还是6.67 比如说在一日里面跌了500点 那么什么是离岸汇率呢 我们这里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 那在岸就是大陆以地区银行里存的人民币 第一岸呢 就是大陆以外地区的银行账户里存的人民币 他们的这样的汇率区别在哪呢 在岸人民币的汇率呢 指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即使汇率 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由于在岸市场实施的强制结汇制度 以及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扮演的特殊角色 在岸人民币汇率并不能代表市场工序是一个受管控的汇率 那么离岸人民币汇率呢 就是指大陆以外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放款业务的市场 目前最活跃的这个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在香港 其他的比如说新加坡啊 伦敦啊 台湾也在积极争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角色 那么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时间相对短一点 规模也小 它受限比较少 所以受国际因素特别是海外经济金融局势影响比较多 更充分的反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 好 这样的话大家应该简单知道了这个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么人民币目前这样的一个贬值的局势呢 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暂时呢 也是一个利好 因为我们手里的美元升值呢 这样尤其暑期你要回国去玩 你可以拿这个美元换得更多的人民币了 那顺便说一句啊 我们经营的加菲快递是美国到中国的快递业务 前一段时间受这个汇率波动呢 影响的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收的是美元 但是在中国的快递费用啊这些都是要交的是人民币 所以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所有这些快递公司都是最难过的因为他们收美元要花人民币 那么现在人民币贬值了对于快递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利好 那这就是我们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人民币的贬值和升值对我们的生活和商业的一些影响 当然从国家方面的话有不同的一些角力 这不是我们经营谈的内容了 那么跟我们直接相关的另一个新闻 美国加州三分天下难了 为什么呢 这个周三7月18号的时候 美国加州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个提案 初步粉碎了在10月中期选举中将该州分裂为三的立项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应该记得前不久我们在看到新闻说要做全民公投 要将加州分为三个部分 现在呢 加州的最高法已经驳回了这项提案 初步粉碎了这个意向了 前不久有一位家长朋友联系 我们想询问一下在Saint Diego本地呢 有没有对超长儿童的培训中心 我们相信讲本里有很多朋友在关注中国大陆的节目 像挑战不可能啊 最强大脑啊 这里面会了解到像猪心算这样的一个智力的技能 尤其是最强大脑那场中日对决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在比赛中呢 代表中国的陈冉冉呢 凭着强大的猪心算能力以一敌二占平日本代表队 最后使中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三比三 那么陈冉冉呢 其实就是中国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猪心算队的退役队员 猪心算呢 它是通过脑海直接计算 它计算速度非常惊人 甚至可以做到 这边刚公布完问题 猪心算者立刻给出答案 实现真正的秒答 所以呢 中国军方呢 也在大力培养猪心算者 那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就通过熟练掌握算盘使用方式 然后将其运作技巧 口诀牢记于心 通过大量训练呢 促持脑细胞的滋长 将算盘活影化 在脑海里模拟算盘的运算方式 对此称为虚盘 但是会有很多人会质疑 在这个云时代 猪心算会有什么用途呢 尤其在军事上会有什么用作用呢 那首先呢 因为猪心算的快速记忆能力和运算速度 将会在后勤领域大显身手 进而延伸渗透到战场情报 侦查测绘密码设定与破译等领域 因为计算机运算处理数据啊 信息啊 属于暗箱操作 容易被敌方窃取 而猪心算者呢 在数据处理上 完全是在脑海中进行 避免了数据被敌方窃取的情况 所以呢 对于中国解放军来说 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战略人才储备 如果您没有看过这个最强大脑的节目呢 我们非常推荐您去观赏一下 这个是直接会破坏您的人生观的一个节目 因为上面的这些啊聪明的人还实在太聪明了 完全超乎于我们平常对认知的一个想象 那么啊 回答刚才那个家长的问题 我们确实不知道 Sendela本地呢 有没有对这些超乘儿童的 这个训练中心 所以如果您知道的话 欢迎您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 哪里有这样的培训中心 好的 节目最后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一首 非常好听的老歌 这首歌呢 是来自于李春波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 但又非常遥远的一个名字了 可能 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塞车 那我相信现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很多 可能就在这样那个环境下 塞车的环境下 那么听听这首歌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 那么可能可以表现你们的心情 那周末到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这里是Sandiego每日播报 我是维青 感谢海思美发为主持人提供的发型设计 大家周末好 我们周一再见 拜拜 拜拜 亲爱的四季 四季四季哥哥 我刚来到广州的时候还没有值得什么 不知不觉我在这待了一年多 我即使花光周的地方真不错 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在中 眼睛那么柔 人有那么多 独自那么窄 那周车又挺多的 到海中桥那里总是塞车 环市路那里好像有在修什么 十字路 头的红绿灯 好像是摆设 你让你的我抵我的 谁去都没辙 前面的货车抛了毛 后面的更难过 出租车里的计价器 蹦得人心哆嗦 车呀车呀你快开吧 路我调我你快修吧 摆车的问题要是能解决 那掌口都该有多好啊 亲爱的四季姐姐四季哥哥 我想我们还是坐下开个会吧 大家都客气一点不好吗 好比你将我抢的 倒是开车的 倒是开车的 倒是着急的 安全最重要 最不对 我刚来到广州的时候 还没有觉得什么 不知不觉我在这儿 等了一年多 说几时花旷 走着地方 真不错 谁让我头疼的 就是谁着 天气 那么柔 人有 那么多 主事 那么 在 这 主车 有 很多 的 走到海珠桥 那里总是摘车 环石路 那里好像又在修什么 狮子路 靠着红绿灯 好像是摆车 体量你的 我给我的 谁去都没辙 前面的货车 抛的毛 后面 更难过 出租车里的计价器 蹦得人心哆嗦 车呀车呀 你快开吧 路啊 瞧啊 你快修吧 飞车的问题 要是能解决 那展广中 该有多好 我 我 我 私情爱的自己 姐姐 四季 哥哥 我想我们还是 桌下 开个 鬼吧 大家都 客气 一点 不好 无毛 我比你 正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